台東行方外偏 我來開箱一下我們今天住的民宿 我們今天住的民宿叫風車民宿 嗨阿強 哈囉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阿強 我看到狗都今天叫阿強 再來是我們今天睡的房間 我覺得非常酷 給他看一下 我果然是非常喜歡這種鐵皮屋 感覺一種截後餘生的感覺 看起來非常寬敞 一個雙人床 桌子 我喜歡這個兩人一間住獨棟的感覺 然後這邊其實當生態農場也是可以的 你看那邊 這邊有魚 有狗 有鳥還有鵝 哈囉哈囉 好這種鵝叫做華鵝 他是一般人家蠻多人在養的鵝 然後呢他們其實很會看家 所以以前人家都會養在門口 只要有那個陌生人靠近 他們就會開始亂叫 就像現在一樣 再來今天的綜頭戲 有沒有看到 魚池啊 我們這時候會找這些民宿 就是因為 他除了可以住之外 還有魚可以釣 房價的部分 房價一個晚上 1200而已 等於一個人600 可以 有獨立套房可以住 然後又有魚可以釣 夫婦何求啊 昌鵝不是要走天堂路 我走一半而已 我走這樣子我就受不了了 真的假的 我超級痛 我真的是 你是全身海撩撩 真的假的 咕嚓咕嚓咕嚓 咕嚓咕嚓 這是超燙的 我先去看一下餘生 哈哈 那那個管子嘛 那管子就是水流進去的地方 也就是說 所有地方的營養物質都到最後會往那邊沉積 所以那邊應該是魚的聚集地 中魚了 中魚了 派喔派喔 直接拖回來了 珍珠石斑一隻 大家注意抓珍珠石斑的時候 它前面有四根牙齒 繞過去之後扣起來 漂亮有混音色 不然在這邊釣真的要確實貼力 貼力 對 平多根本太堆了 中 喔 這有拉力喔 我釣到今天最大尾了 這隻很肥啊 肥豬了 肥豬牌 路牙都叫黑胡椒豬牌 很漂亮啊 這隻超大的 這隻蠻大的喔 體色還不錯 它很寬耶 很寬啊又肥 它嘴巴還可以這樣子 嘴巴超級彈色 所以它的獵物 像一隻 一口就直接給它吸下去 OK 掰掰 牠們咬耳會這樣 動動 會有兩下 一口吸進去 另一口再把耳 往裡面吞 有囉 有囉 種魚 又種 找到魚窟啦 喔 這個石斑小龜 好像很有拉力 想往上來鑽啦 還挺 欸我要加到一隻更大的 那個柱子那邊 這超肥的 這超肥的 哇 這隻肥的啊 哇 這隻肥啊 這隻肥啊 你看這隻超誇張的耶 對啊 中 又中了 找到魚窟啦 喔 喔 拍拍拍 欸 這一隻其實都比較大耶 咦 又一隻 中 喔唷 這麼好釣的嗎 這隻鐵型也不錯 每隻都有灰色耶 他們該不會開聯誼派對吧 紫色嗎 對啊也是紫色啦 可以開豬排店了 各位觀眾 出發啦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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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戰三仙台 今天目標 快點說我大貨的GT 和你掰 掰掰 掰掰 預計要滑到1點多公里 滑到三仙堂那邊 老實在的話 真的不知道怎麼找魚耶 因為不像風行那邊有標點 真的要滑到三仙台那邊才有機會 三仙台到了 哇 這邊近看也看不太一樣 這邊隨便下個點 我真的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看不出來有任何標的物 所以 只能試著 找看水下的地形 150克到350的鐵板杆 選擇去 OCRG個2000型 最新款的 好 等一下先玩 騙騙一些小屁 來 騙騙騙放下去就好了 喔 走 有喔 靠 下去就有 哇 素晴 一下兩隻這個像紅槽不像紅槽的東西 問題是什麼東西 還臭臭的 還放屁 應該是某種低雕刻的吧 一次兩隻 舒服 咬這麼兇 哇 脫鉤 脫鉤 脫鉤了 哇 欸 各位觀眾 開鉤啦 剛剛中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哇靠 這裡有怪物啊 這邊好像找到一塊礁石喔 炸車放鬆一點沒了 又開鉤 喔 來吧 孩子開箱一下 喔 來來來來來來 來了 喔 這是九道嗎 秋菇 欸 秋菇 可愛 這隻也太小了啦 錯喔 有貨 哇靠 底下大魚好多喔 那種大型的珊瑚礁的魚類 下面超多的 感覺這邊可以開始釣了 有有有有 有中 哎呦 這隻有衝力耶 哎呦 齁齁 哇 更大的秋菇啊 水喔 直接給他拉一下 什麼鬼 拉力很大喔 來來來開箱 啊又是你秋菇 哇這很兇啊 這邊秋菇真的是一隻比一隻還兇 該不會是核仙菇的化身吧 咬囉有囉 喔 喔 又有 啊 啊其實 不是很好釣啊 過了好久才有一隻啊 欸 傳說中的海嵐叉 哈哈 這個等一下要來當鵝好了 喔 中 出的喔 這出現喔 哇 不知道什麼 找到魚枯了 連中兩隻 可是剩車放比較鬆 不想給它再拖 它太緊的話又開勾了 來來來出水出水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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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水喔 還是秋菇但是 很漂亮的秋菇啊 另一種秋菇 哇!哈哈哈哈 哇!呼呼! nice啊! 這體有體型耶 喂!天氣變差了,準備防航 開始的隧道 要湧浪跑出來了 生命安全為重啊 先回去了 呼呼!上岸了 累死我 你剛剛不是說我上來的時候好像老了五歲 對對對,應該超好笑的 不行,它整個日曬超重,你知道嗎? 滑到山峽那邊突然浪很強 流很大,我直接沒有停喔 猛花一個小時滑回來 真的假的?太可怕了啦